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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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碼動足先機 懂人掌握幾千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人大呼籠腕的潘后期盤視頻 好 我們直接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180點 217 漲1.16點 頭朋友還是一樣就是一個區間盤 那區間盤的話其實 其實如果說以指數來講 頭朋友指數來講就是一直創新高 歐零7它就是區間盤 但這個東西其實不重要 頭朋友不重要 只要有個股表現 有個股會持續往上走就可以了 你大盤再漲 個股表現 你大盤盤整 個股表現 你大盤跌的時候 只要不是崩盤 頭朋友只要不是像COVID-19 3月份那時候崩盤 緩跌都沒關係 還是一樣個股表現 所以就這個盤來說 其實我相信頭朋友 這跟我們的看法基本上是大同小異 我不敢說什麼百分之再準 反正就是你這個地方 你不用管大盤什麼什麼什麼 是不是什麼會創新高什麼的 不用管這些東西 你只要知道這個地方做多是有錢賺就可以了 我們做多但是呢 但是做多的理由不是什麼 不是因為什麼大盤漲不漲 做多的理由不是大盤漲不漲 我舉個例子好了啦 13031到目前為止 到上個禮拜 它到底有沒有創新高 你從之前的13031的高點出現之後 其實它都是盤整盤嘛 那盤整盤 盤整區間盤嘛 不過呢 不過在這個階段 我相信我們不是跟大家示範的元金嗎 元金不是漲了一倍嗎 大盤就是區間盤 但是股票就漲了一倍嘛 所以呢 所以做多但是做多理由 不是因為這個不是大盤 只要它不是崩盤 基本上個股基本上它就會持續的表現 好不好 那該講我之前都跟大家提過了 比如說什麼 匯率的角度啦 台幣就升值嘛 對啊 外資旗子的角度嘛 那這個地方 今天漲 但是外資的旗子 退多單 這個無可厚非 看多多啦 賺很多了啦 1.200塊啦 你看過高點之後 到現在為止 今天收13262呢 應該沒錯吧 13262的話 不是賺班了嗎 賺班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 我的看法就是 它退多單 很正常 那很正常的話 很正常的話 就持續偏多看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偏多看 要我們看個股 個股 我相信這個我們跟大家示範 示範蠻久的一段時間 今天雙11 我們公司有活動嘛 對不對 我們這種活動的話 你是老學員的話 老朋友老學員的話 現在續約戰爭時候 因為你自己比賺班了 應該沒錯吧 賺班了嘛 你如果說是之前都在場外觀看的 路人加一筆 一樣 同朋友 我張開雙手歡迎你啦 好不好 不用想說 這個漲上去的 讓我這個地方是要追 我知道你也不敢追啦 我會有新的股票給你的 你也不用擔心啦 好不好 就像那時候精彩 那時候我們買的時候 同朋友我是追高嗎 我10月23日跟你說 我買回一隻老鄉好不是嗎 老鄉好 阿宅啊 阿宅啊我們老鄉好 去年不是做過 三四十塊的時候 我在亞洲就在搞這隻 就在弄這隻 做一做對不對 盤整掉下來都不理他 應該沒錯吧 就不理他嘛 然後呢 弄完再做嘛 這一段 同朋友這一段 同朋友這一段已經長成這樣子 你知道嗎 這一段啊 從這邊嘛 我們在這邊買的嘛 我不是什麼拉起來在那邊耶 不是什麼那麼追耶 不是耶 這邊就買好在等他了嘛 然後再來 同朋友連續幾根 紅鬼棒 七根 我相信我也在 昨天跟前天 應該是昨天跟前天吧 我也跟大家分析過 為什麼這個地方他不會下來了 你去看一下那個 全證的部分 認購全證 認購全證有四分之三 同朋友我第一天講的時候 是二十檔而已喔 現在已經有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全部進入價內 只有16檔還在價外 價外那個價格是差不多18019 搞不好也會來啦好不好 搞不好今天一七了耶 給他一八七一了耶 離那個什麼 旅約價180的其實也不到十塊錢耶 這不到一成了耶 那你覺得你是捐商的話 你會不會想說 哇這個氣勢這麼強 要不要來避一下險啊 所以現在買盤是誰 就避險買盤啊 之前發那麼多全證 總共有63檔全證啊 只有16檔還在價外 其他全部都進入價內的 還有那個身價內的 已經50%的 那種價內都有 好不好 今天那個全證有的都漲到四十幾% 所以如果說以這部分的話 一樣啦投信賺很多 投信不是買在這一坨嗎 這個地方他也賺翻了 要賺兩三成 所以減買也無所謂啦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恭喜大家嘛 恭喜大家啊 恭喜大家 我們接牌是140接牌 現在171耶 你就算看節目 你也賺30塊耶 當然 你可能不敢買啦 應該沒錯吧 你可能不敢買啦 如果是不敢買的話 你老是只敢買那個 起漲點滴滴的沒漲 那優惠啊 你多把握啦 好不好 我會帶你買在 我就帶你買在這邊嘛 目標價 我很清楚嘛 你不要亂拆嘛 來找我就對了 好不好 有要按 你好好把握 好那精采 精采不用講太多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講一個操作邏輯 就是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提到 有人做的股票 有人在盯的股票 基本上 他這種分時線 他不會破線 對不對 他不會破線嘛 不會破線的話 我們是不是說 如果說你從這個部分角度去看籌碼 甚至說 從線型來看 類似的 我們是不是跟他說這個 對不對 我昨天有跟你講嘛 這個嘛 對不對 我們昨天又買嘛 剛才不是 昨天盤瞭瞭的嘛 我們昨天又買嘛 先這樣啊 你可以對一下 主要是這一根 我是不是說這一根 黑K帶亮的 它已經過去了 過去要幹嘛 過去不是要上車嗎 難道過去就 看得到就過去嗎 過去就要上車了嘛 應該沒錯嘛 這一根 你知道記得這一根就好了 黑K然後帶亮 你看這一根 我剛講的這一根就是什麼 剛講的這個地方 就這裡 就這裡 昨天在這裡嘛 昨天在這裡嘛 昨天在這邊嘛 一根紅的 收這個小十四嘛 所以昨天哪一根 昨天這一根嘛 今天怎麼樣 今天不好意思 朋友 創新高耶 盤中最多漲了8% 差點也亮燈 彩底燈對不對 彩底燈對不對 拉去 8%多 我想說會不會亮燈 亮燈我再來恭喜 結果沒亮燈 尾盤好像有壓下來 壓下來要幹嘛 有沒有 衝上去我盤壓下來嘛 壓一點下來嘛 那不是過高了嗎 過高壓下來 結果壓不回來這裡了 這個地方要幹嘛 會創新高不是叫多頭嗎 多頭股票有壓回 尤其是這種 衝上去的時候一定會有短線客 短線客 要當衝幹嘛的 尾盤都會稍微壓一點嘛 所以壓下來 不是加碼嗎 我是不是叫你加碼 對吧 投信買這麼多 你有沒有投信 不知道他在幹嘛 應該也知道嘛 所以投信才在加碼 又創新高對不對 只能弄一下 又拉上去 壓回來趕快加碼 對不對 所以操作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手法跟精彩很像 尾盤你當衝快衝完了嘛 衝完了我就講 幹不是 就差不多這個邏輯 所以今天 繼續賺錢嘛 對 所以你昨天來的 你今天就買這個啊 你前天來的 昨天叫你買這個啊 今天不是就賺錢了嘛 對不對 所以投信用一個操作邏輯 好不好 那還是一樣一個重點 我不是現在來追 好不好 我知道很多觀眾 很多那個 我們的觀眾很厲害 都會去找啊 我不是現在來追 好不好 我不是現在來追喔 如果說你要追的話 賺錢當然是我恭喜你 如果說有套到或是震盪 老師這震盪怎麼辦 你要自己負責喔 好不好 我們購明本事 但是我還是希望 有優惠案的時候 你多把握啦 好不好 那個 不要小錢不要省 好不好 小錢不要省啦 我帶你賺大的啦 援金一倍就不要講了啦 你覺得這個大不大條啦 這有大條嗎 這條有大條嗎 我問你啊 這條大不大條 夠大條了吧 你10月底買的 現在10月11號 一張賺5萬耶 五張賺15萬耶 10張賺50萬耶 這條應該夠大條了吧 好不好 所以現在我們的優惠案 感謝大家的支持 好不好 那個案子很不錯 但是不是要跟大家說這個 而是 我還有股票給你嘛 還是要股票給你嘛 對不對 現在就熱市啊 熱市 不是講這個嗎 準不是講這個 而且不是創新高 搞不好明天繼續漲 好不好 那漲到哪邊 我很清楚 你來找我就對了 不要亂拆好不好 我們昨天講這個 它稍微高價一點啦 好不好 價格可能比較 沒那麼親民啦 但是 我覺得它一樣會漲 稍微洗一下啦 好不好 就在這個高點這邊洗洗洗 搞不好後面也飛上去 就差不多這樣啦 然後這個均豪 我們講一下均豪啦 均豪昨天公布營收對不對 當然有些 那個好朋友們 就跟我說 那個老師 均豪營收好像有點鳥鳥的 沒錯 他營收的確鳥鳥的 看一下 一起看 他今天營收都很鳥 連真都是富的 哇 這真的有夠懶的懶 很爛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他的營收從今天1月份開始 他是怎麼樣 他是在慢慢的走高 從1啊 2222跳到什麼 跳到開始變3 有沒有 他是慢慢走高的 但是連真都是富的 但是 如果說營收這麼爛的話 為什麼股價走成這樣子 你去想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營收股價 怎麼股價走成這樣子 一定不對 因為股價一定是真的 股價一定是真的 股價一定是真的 關係到你荷包多寡的 一定是股價 股價一定是真的 股價不會騙人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要先搞清楚 它是什麼 設備股 設備股 是完工入帳法 也就是說 我今天東西出出去之後 我還不能任天營收 我要等全部弄完 整個OK的 怎麼樣 全部OK的 你測試什麼時候OK的 我錢才可以入帳 這是設備股的入帳法 那設備股入帳法的話 它是接什麼單 它不是接面板的 它切入台積電 台積電 新的朋友 新的好朋友 甚至連精材都有用它的自動化設備 你知道嗎 精材也有 只是精材用的量不大 但是台積電南科廠基本上是用它的 用它的 它搶到某一家公司的單 我明白這樣講到好了 它又搶到某一家公司的單 那家公司現在還沒掉下來 為什麼 因為它在轉上市 它本來是上櫃 它現在轉上市 轉上市公司派做得多 所以你還沒看到消息 但是後面 後面搞不好新聞就出來了 不過 為什麼它會走成這樣子 它就搶到它的單 它就搶到它的單 台積電的南科廠 施動化是不是去用它的 所以為什麼自己讓它會走這麼強 不是看它 11月12月這個地方還要往上走 但是人家看的已經不是今年了 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明年了 因為設備股是完工入帳法 完工入帳法 什麼時候入帳 什麼時候入帳 可能是明年入帳 一入可能就入非常多 所以明年可以賺多少錢 有沒有 你知不知道它明年可以賺多少錢 如果說你心裡面有底說 它明年可以賺多少錢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這個價位到底怎麼樣 這個價位到底是可以投資還不能投資的 所以賣個跨幣 這營收怎麼那麼浪 我們是不是要先出一下 你出一下你尾盤 你今天收盤 拖盤中的時候 那時候擠拉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忽然擠拉了 為什麼人家會買 其實就買這個東西 買明年 現在是買明年了 不是買今年的 不是買今年的 沒人看今年了 精彩今年 他們剛剛賺個五塊多 今年前三季就賺三塊三 對不對 你第四季再怎麼厲害 也不可能搞到什麼什麼 什麼十塊什麼的 不可能 今年第四季 你自己差不多接近三塊錢 你今天蛤蠟蠟蠟就是五塊多 接近六塊 五塊接近六塊 人家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明年 明年你自己乘一乘都知道了 如果說是滿單的話 第三季2.2對不對 你自己乘一乘滿單的話 2.2乘以4就8.8了 如果後面的CIS 有的沒有的全部加加進來 你覺得應該有多少錢 你這樣應該有多少錢 你自己乘一乘就知道了 只是一樣不要亂做 好不好 不要亂做啦 因為長很多了 長很多了搞不好 他現在已經被警示了 警示什麼的 都不知道 反正你是學員的 你抠訓代表就對了 抠訓 你就照抠訓做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我成本不在這邊嗎 蛤 我成本不是在這裡嗎 還在這裡嘛 打斷的去住嘛 主要就在這裡嘛 那不是獲利嗎 拉上去我不是有出嗎 對不對 好不好 我是這邊買一買 這邊拉上去我有出 掉下來我再接回來 我還做到架差耶 不是嗎 所以這個補票 我認為你一樣 台積電的好朋友 好不好 手勢也沒有失控 沒有失控的話就 就續爆 好不好 好不好 當然頭朋友 我不是叫你來幫我拱 我不是叫你來幫我拱 如果有好的 我一樣會持續的介紹給我的學員 如果說你想要跟的話 好不好 比如像這個 這個我們不是賺 如果說你借這樣 我們賺15%多嘛 對不對 有新的 我會持續的推出 好不好 持續的推出的話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一起來賺錢 我們現在有優惠 好不好 我們做個結論 我們講還是什麼 這個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的方法 就有獲利的內疚 下一次 跟著大路走 財富一定有 喜歡分析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您 好 今天各位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先機動能掌握機先 祝大家明年操作順利 明年見 拜拜 本公司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效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提供參考 投資人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賜付投資風險 華冠頭顧104年金管頭顧新資地009號